百豪鹰也算是一个比较早期上线的高手A人了 这个忍者在上次版本更新以后强度非常高 在本身就有高伤害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秒一次的樱花月 提高了灵活性 虽然策划也同步降低了OE的伤害 但实际上OE降低的伤害对于这个忍者来说几乎没有影响 毕竟他在觉醒以后普攻加上技能的伤害已经非常高了 那3月份大版本更新 这个忍者的樱花月CD时间应该会做出一些改动 如果再削弱的话可能就会降低伤害数值 那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个调整之前的百豪鹰实战效果 这边不小心玩没斗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忍者大统木金士 开局引出他个抓取技能 开霸体过去拿斗 现在手里有斗就不慌 引出底深 过去引他那霸体 他开霸体我们先用技能抓取一手 他现在手里技能被我打断了 所以说应该是没有技能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通过所谓拖延一下技能的CD时间 等着技能好了以后过去拿了先手 他现在手里没有霸体 只能交通灵 所以说我们反手顶一个螃蟹 他如果换通灵的话也不亏 如果他不放通灵 那他这个忍者就直接没了 百豪鹰上次改动并没有提升伤害 而且还降低了他奥义的伤害 所以说下次版本更新 如果降低伤害 然后再回调樱花月的话 还真不好说 改动以后百豪鹰的强度到底有多高了 接着来看最后剩一个红叶知识变剧男 先跳过去 然后再跳一下 这样的话两个技能马上又好 所以同样两个技能换两个技能 但我只有五秒的CD时间 这个时候可以用技能拿到先手 你如果提升 我银花月再跳出去 反手直接开大 对面已经没有机会了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